幾個新聞系的女生冒著大雨出海 為了暑期作業的拍攝和採訪 比較大的挑戰就是 我們會在雨天下很大雨的時候去拍攝 這是我們之前在學校裡面其實是沒有遇到過的 因為一般我們如果是自己去做學校的一些作業的話 都會選擇一個天理好的情況去拍 那一天其實是出乎意料地下很大雨 所以我們就要去盡力 在一個這麼惡劣的天氣環境裡面 拍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由廣州來香港大學攻讀新聞系碩士課程的鄧藍 未試過實習 學系就安排他和幾位新聞系學士課程的學生 組成電視新聞專題的製作小隊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傳統的方法就是 看完書再寫paper 尤其是我們做新聞這一行 有很多事情要自己去經歷 所以經歷experiential learning 其實是我們的push是想學生 自己做完回來學到些什麼 尤其是做錯的東西、撞板 導師和幾位女孩子決定趁夏季奧運 用香港的水上運動做主題 製作四則達到廣播水平的視像專題報道 由內容設計 腰藥受訪者到拿機拍攝、寫稿、剪接、配樂都要落手落腳 很多同學其實都不是說在這一方面特別多實踐的經驗 之前只有同學出去拍了 然後回來 Kevin就說基本上是用不到的 畫面的質量不OK 然後到另外又有拍攝的時候 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 拍完了、採訪完回來 但是發現那條聲音是用不到的 有時候交出來不是一定要做最出奇的事情 但總之是交到貨是困難的 又這樣想回頭就會OK 以他們的能力和以他們的資源做些甚麼 就會想回一些 可能local水上活動適合現在的觀眾 結果這組大學女子組在暑假經歷過風浪 訪問過得獎風帆運動員 了解過香港的水上活動 合力完成四則視像專題報道 校方表示 以往有和外國的傳媒機構合作 今年就嘗試和本土的傳媒合作 為學生提供更多體驗式學習機會 啟發未來的新聞廣播人才 香港福民電視記者劉英德報道 校列對 本文廣播屆 9-27- 8-17- 11 現場